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衣柜中的莱拉目睹了这一幕 她成功地阻止了阿斯瑞尔喝下毒酒 原来莱拉是阿斯瑞尔的侄女 因为莱拉的父母不在了 叔叔阿斯瑞尔便将她送到了约旦大学去生活 这面 阿斯瑞尔向约旦大学的学者们展示了尘埃的录像 在北极通过尘埃能看到平行世界的景象 这获得了校长的认可 阿斯瑞尔决定独身前往北极调查尘埃的线索 莱拉请求她戴上自己 可阿斯瑞尔以莱拉还没有成年为由拒绝了她 正当莱拉沉浸在伤感中时 一个漂亮的少妇出现了 少妇名字叫库尔特 看上去背景深厚 连校长都对她毕恭毕敬 库尔特夫人对莱拉十分亲近 三两句话便博得了莱拉的好感 她邀请莱拉与她一同前往北极 本就对北极充满向往的莱拉 欣然答应了她 临行前校长找到了莱拉 将那叔叔留在学校的黄金罗盘交给了她 这黄金罗盘可厉害了 问她什么她都会给你答案或者提示 正是因为这样 罗盘遭到了主教法庭的封禁 几乎所有黄金罗盘都被摧毁了 限制存世的只有校长手中的这一块了 而且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使用她 虽然莱拉并不知道罗盘的作用 但她知道校长给的肯定是十分珍贵的 于是她便将黄金罗盘随身携带了 最近星球上频频发生儿童失踪的事件 传说是有个神秘组织专门绑架儿童 莱拉与自己的好友罗杰约定 如果有一个被绑架了 另一个人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前来救援 马上就要跟随着库尔特夫人前往北极了 莱拉打算与罗杰道别 可寻不到人 在库尔特夫人的催促下只好同她上路 她不知道的是 罗杰已经被神秘组织绑架走了 一开始莱拉感觉一切都很新奇 心情很好 可慢慢的她便不习惯 库尔特夫人为她定下的规矩 有了抵触的情绪 而看上去和爱可亲的库尔特夫人 也并不是真正的好脾气 终于在莱拉提及到了尘埃时 她没有控制住情绪教训了莱拉 莱拉发觉 库尔特夫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于是便偷偷地潜入了她的书房中查看 果然她发现 库尔特夫人就是绑架儿童神秘组织中的一员 而这个神秘组织的背后 竟是主教法庭 她慌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正巧见到库尔特夫人的精灵 在盘查黄金螺盘 莱拉的精灵化身成鸟 抢走了黄金螺盘 莱拉也借机从窗户逃走了 可刚跑出去不远 就被神秘组织的人抓住 此时莱拉好友比利的妈妈 带吉普赛人赶到 成功解救了莱拉 原来吉普赛人曾多次受到莱拉叔叔的照顾 所以他们一直暗中保护着莱拉 她还得知比利也被神秘组织抓去了 接着莱拉被带到了吉普赛人的船上 见到了首领大叔 从吉普赛学者那里 莱拉终于知道黄金螺盘的作用与使用方法 她尝试使用螺盘并成功催动了它 原来莱拉就是这世界上唯一能催动罗盘的人 莱拉初步知道了被绑架的孩子们的位置 首领大叔决定前往北极去解救那些被绑架的孩子 晚上女巫找到莱拉 让她去码头找飞艇驾驶员斯比 第二天在码头莱拉成功拉斯比入伙了 而在斯比的见义下 莱拉又找到了落魄的披甲熊伯尔尼松 他曾是披甲熊族的王者 遭到手下反叛被流放到了这里 因为借酒消愁被人类偷去了盔甲 没有了盔甲的伯尔尼松失去了战斗力 只能受制于人 在黄金罗盘的帮助下 莱拉为伯尔尼松指出了他盔甲所在的位置 伯尔尼松摆脱了人类的控制 并答应帮助莱拉去营救被绑架的儿童们 众人成功来到了北极夜里 莱拉偷偷地用黄金罗盘探测出了被绑架儿童的位置 便与披甲熊一起跑去营救 在一座废弃的房间里 她发现了比利一人而没有精灵 原来主教法庭将孩子们抓去 是为了将他们与精灵分隔开 以便日后更好地操控他们 比利则是趁着实验结束 他们放松了警惕偷溜了出来 莱拉将比利带回了营地 可随后营地却遭到了袭击 莱拉也被人绑走了 但她没有被送到神秘组织 而是被送到了披甲熊的巢穴 在这里 她见到了现任披甲熊的国王 此时她灵机一动 想到了库尔特夫人曾提到了 这位熊王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灵 于是她便假装成自己是博尔尼松的精灵 说只要熊王杀死了博尔尼松 自己便可以成为她的精灵 她的幻安巧语 为博尔尼松赢得了 与熊王一对一的决斗机会 面对着曾经毒杀父亲 并将自己从王位上拉下来的熊王 博尔尼松斗志空前高涨 但熊王也不是白给的 绝对初期熊王占据了上风 还咬伤了博尔尼松的手臂 可突然博尔尼松用出了 江湖上失串已久的 还我飘飘拳 一下就打掉了熊王的下巴 还将熊王杀死重新成为了熊王 接着博尔尼松便将莱拉 送到了被绑架孩子关押的地方 莱拉装成迷路的小孩 混入了里面 她成功见到了被绑架的好友罗杰 并让罗杰组织好孩子们的逃跑事宜 自己则去探查情况 无聊却被神秘组织抓住 送去进行精灵切割 千军一发之际 库尔特夫人出现救下了莱拉 还告诉莱拉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她就是莱拉的母亲 而莱拉的叔叔就是她的父亲 接着她又向莱拉索要了黄金螺盘 知道母亲是为主教法庭效力的 所以莱拉将装有侦察飞虫的盒子 交给了库尔特夫人 飞虫将库尔特夫人击晕了 莱拉则趁机逃了出来 临走前 她又将精灵切割装置摧毁了 接着她便带着孩子们逃了出去 可在门口却遇到了守卫达达人 好在此时吉尔赛人与女巫们赶到了 再加上新雄王伯尔尼松的助阵之下 他们击败了达达人 成功解救出了孩子们 莱拉完成了对罗杰的承诺救出了她 两个人终于可以安心的睡去 此时飞挺长的斯比与女巫王 正在为下一部电影埋着伏笔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部电影就是他们的绝唱 因为这部电影亏锁了接近1.5个亿 第二部第三部都不用想了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可谓是毁欲参半 但个人感觉故事框架有些偏大 一些情节有些牵强 再加上没有第二三部的补充解释容易看不懂 所以算不上一部成功之作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同探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电影记得订阅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